最近消息 政府在今天舉行的 電價費率審議會 晚間公布了四月開始的 最新電價方案 因為烏二戰爭 還有國際燃料價格的 不確定性大增影響 會議是決議 暫時不調整 重要的決議就是說 我們這次的一個 電價的調整 暫不決定 那我們要做密切的觀察 折起再開臨時會 來做最適當的一個方案 的一個檢討跟調整 經濟部強調 近期是因為烏二戰爭 導致國際燃料的價格 大漲大跌 加具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 所以審議會是考量 如果這個時候調漲電價 有可能對國內 蠢蠢欲動的物價 造成影響 所以沒有做出決定